最近各個國家的災難性事件又接種而來 比如說上個月西部非洲國家內吉利亞爆發了10年來最嚴重的洪災 摧毀了8萬2千多間房屋 接近11萬公頃的農田 逼使了130多萬人離開家園 並且導致了600多人喪生 除了內吉利亞爆發大洪災 還有韓國萬聖哲利太苑人踩人慘案 和印度圖曉哲雕橋斷落事故死傷慘重 接種而來的就是預視著災難來臨的超級血月 在11月8日世界多個國家現身 在亞洲北美洲中美洲大洋洲都可以看得到 好 下面我們就和大家一起說說 2022年最後這場超級血月發生之後 全世界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件 11月9日凌晨1點57分 就是超級血月剛剛現身的第二天 尼泊爾就爆發了規模6.6級的強震 震源深度約10公里 目前已經知道的至少有6人死亡 5人受重傷 遠西的多地區增加了幾十棟住宅 從社交媒體顯示的圖片和視頻來看 民眾在倒塌的民房廢墟中徒手挖掘 手救被困的人 根據印度電視台等媒體和記者的報導 地震搖房劇烈 連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周圍的地區都感受到搖房 如果你還認為血月過後有地震純屬口合的話 那在2015年4月25日 尼泊爾發生的那一場高達7.8級的強震 造成近9,000人死亡 導致6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至今很多的城鎮仍然未完成重建 而當時地震當日天空恰恰就出現了血月的現象 試問一下這個又應該怎樣解釋呢 下面我們就再來看看另一個剛剛爆發的災難事件 血月過後 除了尼泊爾爆發強地震 在11月12日的凌晨 南太平洋島國東加附近海域 也爆發了7.3級的強震 東加當局隨即發布了海嘯警報 這次地震的中心 位於東加內阿富市東南偏東方向211公里處 深度為太平洋海面以下24.8公里 整個東加都有震感 民眾在夜色中 慌忙坐車 逃往地勢較高的地帶 東加的居民說 每個人實際上都是坐自己的車離開的 這場地震也出事論更加美屬薩摩亞 發布了初步海嘯警報 沒多久之後 東加當局稍晚解除了海嘯警報 但仍然建議人們 撤往地勢較高的地帶或內陸 並告解航海者要轉移到遠離暗礁的深海 大家看看11月8日剛剛發生了血月事件 接著就有兩個國家爆發了強地震 這個難道又是巧合嗎 根據網上的公開資料顯示 血月在古代歷來都被視為大空之象 西漢的京房繞尖裡面就說 月變色 青為基與翼 赤為增與兵 黃為德與喜 百為罕與喪 黑為水 民伴死 也都即是說月亮變紅 是兵爭煎亂的御兆 可能就是中共二十大前後內戰倒台的信號 後世也都經常將冤岸災禍和血月相聯繫 民間就有血月見妖孽然的俗語 李淳風的月字尖第二卷就是月尖 看月像以尖卜國家天下事 他說月藥變色 漿油再漾 赤為增與兵 月字尖裡面也都說 月飯食餐 貴神豬 赤地千里 奇國大基 人民相食 而通過查月資料 我們也都了解到歷史上最令人震驚的事件 就是崇禎17年3月18日的血月天象 常州虎智和二身野綠 道友記載著這一日 月赤如血就在當天的晚上 崇禎皇帝自毅梅山 隨即李志成的軍隊攻入北京 明朝滅亡 而聖經啟示錄就將血月 作為末日最後大審判的如是之日 在末日的大審判中 不管活人 死人 人人都要為自己曾經的行為負責 惡糟報 善得賞 而且所有的生命都將會受到最終的定位 看來血月這個天象的出現 對應注意人間 後面或者還有更大的事件要發生 下面我們不妨再回顧一下 阿南德在近期的預測節目裡面是怎樣說的 阿南德在10月20日的預測裡面說 以2020年為繼 這個之前和之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 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特殊的時代 正處於世界大變局的時期 每個人都置身在其中 一切都在此重新大整合 阿南德說星相組合 會為地球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 大合相在地球上人發了不同領域的影響 已經非常明顯了 大合相在很大程度上 改變了我們所看到的一切 和我們所做的一切 未來它只會進一步改變 阿南德表示 目前地球受到了火星、羅後和土星、木星相合的影響 火星被稱為卓熱的行星 羅後就被稱為空星 火星和羅後交回就代表著燃燒 加上血月 相當於三方負能量包圍著地球 世界局勢將會持續動盪 另外地球每400年就是一個大的週期 其間社會、經濟、地緣政治、自然環境都在轉變 而新的400年週期是從2020年開始 可以看到過去近三年中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例如疫情擴散、世界局勢動盪等等 阿南德所提出的世界需要小心的三大事件 包括 第一就是地緣政治崩緊 烏克蘭、韓國、台灣是重點地區 政治人物的心智也會受到影響 第二就是極端氣候的災難 要注意地震、洪水、寒災、海嘯和火山爆發 未來這幾年會看到更多的自然災害 第三就是糧食經濟危機 未來20年將會是人類糧食安全最嚴峻的年份 阿南德還警告說 我們都需要為即將到來的事情做準備 我們已經沒有太多時間了 我們將會在未來這幾年看到更多的災難 下一個木星和土星大的合相 影響將會達到頂峰 所以請所有的朋友都需要為此做好準備 要注意星象的空險以及氣候變遷 請以各種方式去保護好自己 當然阿南德也表示 他的預警不是在危言聳聽 只是在提醒人們為即將發生的事做好準備 所以預言這回事 緊供大家參考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見